第六百四十三集 叶浩轩摇摇头 努力地把这个想法从脑海中甩去 他心中暗骂 这些神棍们的精神力都很强大 一言一行都能对人产生影响 如果他真的没有这一身能力 今天还真的着到了 可惜啊这家伙太拖大了 他的预言术虽然厉害 但是叶浩轩的神念何其强大 这根本对叶浩轩的思想造不成太大的影响 独神者 还不惜清你的罪孽 埃里克森抱贺 再次猛地向前一指 傻貌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这要是以前的他 今天绝对要吃个大亏 但是他从剿灭村政家族基地的时候 身体里就多出了一些东西 打开了一重天锁 精神影响类的预言术 对他的影响可就不大了 他祖上的那一位也是杀伐果断的主 三重天锁 旨在对付一切神秘力量的存在 叶浩轩开启一重天锁 就直接秒杀了柳生真术 眼前的这个埃里克森 虽然远比柳生真术强大 但是想凭借着一个简单的预言 就让叶浩轩自投罗网 那是门也没有 叶浩轩一声大喝 猛地向前踏出了一步 他手中的鱼长猛地向前一展 呼 眼前的十字架如遭重击 猛地一震 埃里克森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叶浩轩再次向前踏着一步 再次一展 呼 犯着圣光的十字架 再也抵受不住庞大的功德之力的冲击 怦然碎开 一阵光波四溢而出 随即现场可就恢复了平静 你这一身到底是什么能力 落地后的埃里克森 深色里透出了一丝真惊啊 华夏的盗门奇术 又岂是你们这些异能传承能比的 哼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总算是摸清楚了眼前这个人的底细了 他的身份相当于教廷的红衣大教主 比教皇低了一个档子 万能的主啊 眼前的魔鬼非常的强大 埃里克森在胸口上划了一个十字架 然后他抓住胸前的一个圆圆的十字架轻轻的一捏 十字架碎裂而开 有一点圣水从里面流出来 他突然几背一挺向前踏出了一步 随着他的几背一挺 他的形象在那瞬间仿佛高大了一半 他再次向前一指 雷鸣般的声音再度响起 主创造一切 主掌控世间 主说要停的就不会向前 妈的 你可要 叶浩轩感觉周身的空气突然凝固了起来 随着十字架中的圣水洒出 他的能力增长了数倍不止 而这次送出的预言术上了不少的档子 甚至能和上一次安琪拉施展出的有的一拼 叶浩轩转身脚暴退 只是他刚退出一步 周边的空气一凝 他感觉身上可就有着万斤重的东西 在压着他一半 让他连抬根手指都感觉到困难 主赐予你荣耀 你却复制于魔鬼 背弃了主的荣耀 主要将他收回 埃里克森向前重重的抑制 半空中光滑涌入 树道圣光散发出刺眼的光芒 那圣光带着毁灭世间一切的威势向叶浩轩勇去 叶浩轩眼睁睁地看着危险到来 可是他却偏偏没有办法动一下 冰冷的死亡感觉瞬息而止 而就在这危急的时刻 叶浩轩口袋里那黑沉沉的十字架突然散发出了一阵炫目的光滑 一道虚影在半空中骤然形成 而那道虚影却赫然是安琪拉的 主说 赐予眼前这个人的自由 虚影向前指指点点 叶浩轩只感觉身体一松 瞬间恢复了自由 安琪拉 叶浩轩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虚影 埃里克森的神色大变 他沉声道 安琪拉 你竟然留了一手 埃里克森 放手吧 有些东西 不属于你 安琪拉的虚影淡淡地说 只有他才能驾驭那东西 你一意孤行 只会害了你 安琪拉 你赢了 但我绝对不会罢休的 狮子圣物 我一定会拿到手 埃里克森却根本就没有和安琪拉战斗的欲望 眼前的安琪拉不过是一个虚影 这是安琪拉本体在十字架里留下的一丝神念 他送给叶浩轩的十字架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料定叶浩轩会有一截 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这才在危急的关头救了叶浩轩一命 尽管只是一道虚影 但安琪拉的传承是来自于远古圣语的传承 除非是教皇 否则的话其他所有人的力量在他的跟前 那都是形同虚设 这也是埃里克森根本就没有战斗 就直接退走的原因 安琪拉 是你吗 叶浩轩走上前惊疑不定地问 眼前的一切超出了他的认知 他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眼前的虚影微微一笑 然后缓缓地消失 眼前的一切又恢复了瓶颈 就在叶浩轩发愣的时候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出来手机一看是一个国外的号码 他有些疑惑地接通了手机 亲爱的叶 是你吗 对面传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正是安琪拉的声音 是我 安琪拉 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叶浩轩问道 叶 我感应到 我留在十字圣物的神念被激发 是你遇到了危险了吗 安琪拉道 是 刚才有一个叫埃里克森的家伙来过了 他要抢走十字架 能告诉我 这十字架里面有什么东西吗 叶浩轩问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请你放心 埃里克森是叫婷的人 他的身份和我相当 我会想办法制约他 不让他再去华夏的 我得到十字架的传承 同时觉醒了一些东西 知道在十字架里 有另外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只有你 才有资格 只有十字圣物 所以就把他送给了你 而我也知道 有人会去抢罗他 特意在里面留下了一丝神念来帮你 安琪拉说 我明白了 叶浩轩点点头 安琪拉得到了圣女传承 她现在已经属于神圣的范畴了 所以说这次神念是非常的强大 关于十字架里面的秘密 等你什么时候来瑞典 我会全部告诉你的 安琪拉说 现在你知道的太多 反而会不好 我知道 我会尽快去瑞典的 叶浩轩点点头道 那好 期待你的到来 我的妹妹成天念叨着 你什么时候来瑞典 我们皇家医疗团队 现在已经组织了一批优秀的青年 过段时间 会去曙光医院交流 期待你们的中医传入瑞典 安琪拉微微一笑道 好的 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叶浩轩笑道 你们那边现在应该是深夜吧 不打扰你了 早点休息 安琪拉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 叶浩轩感觉到无比的淡疼了 他莫名其妙地又惹到了叫停的人了 有人说有人的地方 那就有江湖 他感觉教廷里面 也不是那么的和谐 今天的事情给他警醒了不少 看来这个世上神秘的势力还有很多的 没有惊动任何人 叶浩轩又回到了兰林里的家 只见他游子还在熟睡呢 叶浩轩没有惊动他 悄悄地为他盖好被子 然后躺下 只是 经历了刚刚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他现在真的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辗转反侧 终于天快亮 兰姆早早地就起来了 为兰林林和叶浩轩准备好早餐 吃过早餐以后 两人开着车一起回清园去了 由于要赶在第一时间回去参加夏寸新和李军林的婚礼 所以两人起得很早 叶浩轩在高速公路上是一路超速 终于在八点前赶到了清园 两人来不及休息 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举行婚礼的平湖大酒店 停好了车 两人一起走了进去 这间平湖大酒店是张灯结彩 显得喜气洋洋的 这里的司仪是清园最顶尖的司仪 整个婚礼现场布置的是高调师傲 由于李军林的身份非同小可 所以清园几乎所有的名流全部出堵 而婚礼上有清园政府的各位领导的注词 整个清园恐怕是没有几个人能由此输入 思议的过程忽略掉 不知不觉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这眨眼可就到了开席的时间了 叶家的人坐在上席 娘家人在婚宴上那都是上席呢 哥 还以为你今天要迟到了呢 你跟我这位嫂子去哪儿快活了 叶如云凑到了叶浩轩的身边 笑嘻嘻地问道 胡扯什么 叶浩轩瞪了他一眼 而一边的蓝林林 却早已经羞红了脸 我哪儿有胡扯吗 你真行啊 走到哪儿都能拉来位嫂子 叶如云低声嘲笑了叶浩轩一句 不跟你扯了 三叔 我看到了几位朋友 我去那边坐了 这丫头太古灵精怪了吧 为了避免蓝林林的尴尬 叶浩轩拉着他去找林建叶等人了 林建叶东方红以及几名不认识的宾客坐在一起 听着这几位的口音像是这江浙一带的公子哥儿 李军林还真是郊游满天下来 他结婚肯定引起的轰动不小 各方的朋友都会前来祝贺 林建叶和东方红今天难得的坐在一起 充当陪客 见到叶浩轩走过来 林建叶诧异的说 叶大超 你今天可是娘家人啊 你怎么坐到这里来了 少跟我扯了 这不是好久没有见你们了吗 怎么 不欢迎啊 叶浩轩小道 欢迎 当然欢迎 叶少请坐 东方红站起来让座 然后道 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叶少 这几位是浙江来的朋友 这位是李湘 这位是杜弘毅 在这张桌子上坐的人有五六位 但是东方红重点就介绍了这两位 想来这两位在浙江地区的影响力不小啊 几个人握手问好 不管认不认识 热情一点是没错的 叶少看起来面生啊 不知道在哪里发财呢 李湘问道 这刚刚坐下这些人便打开了画匣子 这些人可并不知道夏寸新的身世啊 他们只知道夏寸新的娘家姓叶 却怎么也不会把他和京城的叶家联系到一起 李湘的话一出口啊 叶好轩就知道这个人不太好打交道 这个人一定是眼高于鼎的人 他这样问无非就是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圈子里的人 如果是的话就伸脚 如果不是的话就冷淡一些 哦 我是学医的 叶好轩淡淡地说 我现在在京城一家医院里工作 村新是我的妹妹 东方红和林剑叶相识一 两人是暗自苦笑啊 他们知道叶好轩不喜欢张扬 所以就没有把叶好轩的身份给直接说出来 但是李湘这神经病 这一向是优越感太强 如果一起喝酒的跟他没有对等的身份 他会不高兴的 本来的这小子也就是一个二流货色 但是毕竟是李军林的朋友 如果不是今天婚礼上 林剑叶和东方红早就让这小子好看了呀 哼 学医的 医生 李湘有些诧异的 他的语气可马上就变得有些傲慢了 不错嘛 再怎么说也是一门吃饭的手艺 就这话一出 这不仅是叶好轩的 就连同桌的宾客都眉头一皱 心想这李湘太不会说话了吧 啊 医生怎么了 不是一门正当的职业 不过就是没有你能赚钱就是了 你犯得着这样说嘛 更何况叶好轩人是新娘的娘家人呢 你这样说等于是扫了新娘的面子 间接打李军林的脸呢 啊 李湘 喝一杯吧 一边的杜红义举起酒杯 他可想堵住着李湘的嘴啊 喝什么喝呀 我们两个成天喝 想喝回去以后拼酒去 今天李哥结婚 我们来这儿解释一下清源的公子哥 只是这有些人的身份 跟我们这里的人不匹配啊 李湘说着还扫了叶好轩一眼 啊 碰 林建业本想举起酒杯的 但是他听了这句话之后怒气就蹭的上来了 他把手中的酒杯重重的往桌子上一顿 就要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瞧瞧 呵呵 建业 今天君临大喜日子 咱们喝酒 叶好轩个及时就摁住了林建业 他不想跟这些二流祸死在一般建设 听叶好轩这样说 林建业这才忍住了胸口的恶气 他心里是暗骂李湘 心想你他妈的一个化妆品代理的小集团 也敢跟叶大哨比身份 叶好轩是什么身份 说出来直接吓死你 不过叶好轩不想喝酒啊 他也就忍住胸口这口气了 哟 哟 林大哨看起来有些不服气啊 这是你朋友吧 以林大哨的身份 想来不至于是什么不三不四的朋友都交的呀 哼 李湘见叶好轩拦住了林建业 只当他顾忌 所以就越发的显得变本加厉了起来 李少 说话要小心点 你这样是不给李个面子呀 东方红尘着脸说 哎哟 连东方大少也出面了 看来这个叶少的面子不小啊 青园的公子哥真的是越活越过去了 哼 连一个小医生都要这么小心翼翼的 哼 李湘这会儿可就没有好话了 拿枪做调都说到 叶好轩灯时可就火了 这小子说话的语气 再配着他那不阴不阳的样子 这让人看了就不爽 再加上他这一副欠抽的样子 自己很想前去 上去抽他几个耳光 先谢谢火再说 李少是吧 浙江人 也好玄党 是啊 浙江李家 你听说过吧 搞生殖品的 李湘挺了挺肩膀的 哼 我全叶少不要当医生了 现在随随便便做点生意 捞一把就够你做医生赚一辈子了 你做医生一个月能有多少钱了 就算是收收红包 弄些灰色收入 恐怕也不够给你女朋友买几个包吧 你女朋友这么漂亮 可别让她跟人跑了呀 李湘大笑道 你他妈的说什么 林建业呼地站了起来 建业 今天军林大婚 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 叶浩轩按着林建业的肩膀 硬生生地把他给按了下来 怎么 我说错了吗 文女 嘿嘿 有兴趣认识一下吗 李湘说着拿出了一张纯金打造的名片 递给了蓝林里 所有人的脸色可就都有些难看了 啊 这李湘的做法也太不地道了 当着别人的面 勾搭人家女朋友 这做法太过了吧 林立 接下吧 这名片纯金打造的 哼 李大少 土豪呀 叶浩轩坐下道 好 蓝林里接下了名片 搬过来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李氏化妆连锁 她看了之后说 做化妆品的 是啊 不是奢侈品我们不做 著名的奢侈品连锁超市 开遍了大半个中国 最近最流行的雪莲养颜路知道吧 嘿嘿嘿 我就是江浙地区最大的代理商 如果你喜欢 我可以弄些精装限量把它送给你 那可是市面上买不到的哟 哈哈哈哈 李湘得意地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